院長怎麼看立委趙天林外遇 外遇對象被前立委邱毅暴示統戰成員 孔勇國安疑慮 這件事情已經進入檢調調查的這個階段 我們希望相信司法 然後這一件事情真相能夠盡早兩天 鄭文燦提告側翼粉專 但被質疑為何政府院長 沒在第一時間否認自己不是影中人 院長也沒有定調是假訊息 這件事情政府院長已經對外有公開的說明 那他也提出相關的提告 希望這件事情能夠儘快的來釐清真相 然後我也在這裡呼籲 少部分的人士不必要在真相調查清楚之前 再做其他的影射 中國將實施愛國主義教育法 還將台灣納入 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法治的國家 台灣人民的權益和義務 就要經過我們國會的立法 那這一件事情我想是一個嘗試 那一個國家要人民能夠愛國 就是需要能夠國家的施政呢 讓人民有感 然後得到人民的公信力 那每一個人都自然會愛他的國家 那通過立法來要求這一個愛國 這件事情實在是原目求疑 昨天國防部公布中國航母三東號穿越巴士海峽 施隔一個月之後再來請教院長看法 維護台海的和平 還有這個自由的通訊呢 以上是國際社會大家所重視的 也是兩岸都應該來共同努力的一個目標 那中國的這樣的一個做法呢 實際上並不會被國際社會所接受 我也希望他們能夠停止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再根據我們陸委會最近的民調 也一再地顯示 台灣的主流民意呢 就肯定也支持政府呢 繼續來維持這個海峽的穩定和平 然後促進兩岸之間的和平交往 我也希望中國能夠體認台灣的民意 尊重台灣人民主流民意 希望兩岸能夠和平穩定 來共同和平發展 我們尊重台積電廠商 對於它的用地的這個選擇 那我們大家呢 一旦在它決定好 它選擇在哪裡落腳的時候 我希望中央跟地方政府 大家都能夠來配合 然後對於用水用電 還有用地的這個部分呢 來讓我們的戶口城山呢 能夠順利地繼續地建場 那我想這是我們大家應該努力的目標 所以讓這個戶口城山得到政府 跟地方的合作 我想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意志 也是共同努力的方向